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温花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Yoyan for me first it was a miracle place because very good looking lake good looking trees and also our institute have very nice places near the lake so for me it was very nice chance to change in my life something and to do something for china for my new job for my new friends 画面中 这位一说起 位于洞提湖畔的小城岳阳 便赞不绝口的外国人 名叫弗拉基米尔加宁 身为画家的他 从俄罗斯到此 工作生活了近20年 因眷恋洞提湖的人文美景 弗拉基米尔加宁 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邀约 并于2020年取得中国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 时光回到2001年 因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 弗拉基米尔加宁 与妻子安娜 通过政府层面的交换项目 来到中国高校任教 在长春结束一年的交换项目后 夫妇俩在朋友的推荐下 于2002年来到临洞听湖而建的湖南理工学院 分别任教美术和音乐 波光灵灵的洞听湖 身世浩大的龙舟赛 激发了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加宁的无限灵感 自此 他最幸于此作画教书 还被尸身取他名字的首字发音 亲切地称他为老瓦 他说 东京湖畔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就是夏天带着同学们出去写声 当他们围着湖边走了很远时 突然一场倾盆大雨 把他们全部都淋湿 在雨中写声 别具浪漫 尽管出到湖南 面对偏辣的食物 老瓦夫妇有些忌口 但学校精心为他准备画室 帮家里修天花板的暖心举动 以及工作和语言上 对夫妇俩予以的关怀 让他们记忆犹新 作为回报 老瓦夫妇利用自身在艺术界的影响力 为湖南理工学院引进了不少海外名师 积极为俄中两国高校合作搭建桥梁 因为在艺术双语类教学 和国际人才合作中的突出贡献 2015年 老瓦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他还受邀参加了中国政府友谊勋战颁授仪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等 许多中国重要活动 老瓦表示 他的儿子在岳阳出生成长 操着一口不难口音 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他要在此生活工作之退休 第一次我喜欢专丁湖河 因为它是非常照片和好看的 现在我有很多中国伙伴们 现在看起来像家伙伴们 所以我都不知道 而且,而且,全是好处在我身旁 我有一些好界随着我 我有一些好朋友,有好主席 我说一起一个很好的社会 所有的事情都很好 所以,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生活